制作可开机随身碟介绍 在上个单元有提到说 使用UnetbookIn这个工具呢 来烧入我们的随身碟 让它变成可开机 然后进行安装 那这个软体怎么操作呢 我们到选单 打上UnetbookIn 那我们可以选 如果说你是Windows的话 那你就到官网去下载Windows版本 那操作方法都一样 我们这个密码是MTPC 好 那么跳过去 OK 我们可以从这边选择ISO档指定来源 那在我这边的例子呢 我把它放在新增随身区里面 我们来选 第一个就是官网的 Linux Media 17版 SentimentDVD版本64位元的 那这个档案比较小 1G多 那如果说你是在新北医学院下载的话 版本大概有超过3G 那是这一个 MIT17 MTPC 那我们这边示范 我们用比较短的 那这个呢可能大概5分钟以上 那这个ISO档的话呢 新北医学院的话可能超过15分钟 那在烧路过程当中 如果你看到它的百分比停下来的时候 你要耐心等候 我们以这个为例 好那底下呢 它会跑出USB Driver 它会自动去抓你的随身碟 那尽量保持一个随身碟就好了 不要同时插上两个 好 那我们就按OK就可以了 好那会警告说 把你的随身碟里面资料全部删除 yes to all 好删除 好那在烧路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百分比会一直跑 但是跑到某一个数字的时候 它会停留比较久的时间 就是在烧路它的一些大的档案 好如果说你是新北医学院的话 那听的时间会更长 好那在这个视窗 在烧路好之后呢 它就跳出一个 你要继续使用呢 或者是要重新开机 那你就选择重新开机就可以了 好那把随身碟拔出来 然后就可以用硬碟开机了 好那开机好之后呢 就可以继续安装我们的系统 到我们的硬碟里面去 好下一个单元会为各位介绍 如何安装 如何使用随身碟 好安装到硬碟里面去 好那在这个单元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